大家好,我是东宝 想来想去啊 是来想去应该是 还是觉得今年养个鸡啊 反正一开始我们是想 不养鸡,因为觉得太脏了 这个地方太小了 大家看见了,东宝家这个屋场 的附近感觉没什么多余的地方 养鸡更加不好 就是太脏,垃圾死一些 大家想一想去,还是我们今年要养吧 无论养不养 反正我们平常都是有鸡死的 你看它地上全是的 到处都是啊 你后面我爷爷家养了鸡 后面你旧婆家也养了鸡 咱们可以机会来,经常来点玩啊 还不如自己养点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改造一下鸡笼 这以前也是个鸡笼 我们今天把它稍微搞一下 所以说我们养点吧 养点自己吃不养多 养成一样是鸡跟那个一样就可以了 从迷路里边还带来四十鸡 我们到时候再买点 主要是看顾价啊,顾价那个鸡笼 正宗的屋鸡啊 我叫他给我敷了一窝那个鸡仔 不知道敷了没 那个鸡有如何啊 鸡笼,这是我们以前的鸡笼 本来就是养鸡的啊 本来就是养鸡的 以前 以前那时候还没分家的时候 我家就住这头的 那头是山村上面的 住这头 这里面就是我家养鸡的 那我们不成 跟鸡成邻居了吗 那没事,下面不会凑它 鸡蛋也生在里面 我待会在里面去看一下 鸡蛋把它床板一揭开 就是可以去鸡蛋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啊 中间的堂物啊 两边房子啊 这个地方都是有个火坑的 这以前是个火坑子啊 以前这儿就是熏辣豆的 你看,上面熏辣豆 以前呢,不要像我们那边你看 它都已经搞好了 这些小孔就可以直接挂辣肉 搞在棍子上面 很方便啊 我们就把这个拆出来了 下面稍微搞一下 就跑关鸡了 那边关仓底下那个鸡蛋全部关过来了 那我们就跟鸡 住得好见啊 我们住隔壁 这也是房间啊 那边是我们住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 山里面啊 大山里面的这个房子隔绝就是 两边是个小隔房啊 嗯 两边它还要分成两间房子啊 里面是住的啊 就是睡觉的地方 这边就是厨房 这个就是厨房 里面就是住的地方 比较小 就像个 嗯 像一个什么刚需型的窝居小房子 呵 先我们要拆了 我整顶着呢 都是 从这个位置开始拆吗 嗯 这边 这边 嗯 下面都已经喂好了呀 嗯 已经好了 不要喂 这么小块地方吗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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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 我这边过去的 哦 它中间是火坑嘛 火坑这个地方肯定有泥巴嘛 哦 看里面 耶 就这么大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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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我们鸡就比较好大 你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 那只能一本人胡说八道 这么大火坑它空间小了嘛 有几个鸡 我们到时候又加鸡了 你不要把鸡 你不要把鸡 那边鸡也不去 你知道吗 太小了吧 你那是鸡 你那是鸡 鸡 鸡 鸡鸡 鸡鸡 嗯 嗯 这是火坑里面 这已经火坑大烂的 就是炒菜煮饭的地方 嗯 你知道吗 就是要鸡就要鸡 鸡就要鸡就鸡就鸡就鸡了 就鸡了 对呀 那边的鸡鸡鸡把它鸡的嘛 嗯 那边鸡鸡太小了嘛 嗯 嗯 要关机嘛 嗯 嗯 要让机过去 叔叔 这就是让机紧开的地方 嗯 入口 这个是出口尖口 我们以前就不关人家 嗯 关机是锅 牙齿的鸡都在里头 以前牙齿鸡都在里头 一间牙齿鸡都在关上这些 最好的农家费啊 成功二十年的鸡屎 这烧菜 这都是古董啊 老鸡屎 鸡红鸭红的鸡 已经关牙齿工具 现在把这泥瓜全部搓走了 嗯 地方太小了 要是上面养多几只 都在及时里面 你不是说还要养王角鸡吗 黄黄鸡不能一起关 黄黄鸡不能放 刚才把那些本地鸡都搞擦了嘛 这个地方就是养本地鸡 黄黄鸡到时候看一下 现在不过来住了 嗯 你知道鸡为什么一定要关这儿吗 那鸡你看空间更大 为什么要关这儿 你不 嗯 这里暖和些 暖和那儿不暖和啊 这里原本就是关机的地方吗 哪有些也不是 这不是什么 这个地方可以拆 它都是以前就是活动的 知道吧 嗯 到时候就是怕鸡下蛋在里面 板子一切开就可以剪蛋 你看仓底下就怎么剪 人抓进去啊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那问题是这么多鸡关在一起 你不怕生的鸡蛋被踩烂 它鸡蛋可能有蛋的地方 蛋往那边还抓到那边的 它会刨一个坑出来啊 就专门下蛋吗 嗯 你告诉我 其实到家里面可能不明显 要是到家里面看到那种野鸡 你就发现很明显 它就刨一个坑 在里面生的野鸡 那还不如我们给它刨 垫斜那个刀草 它只拿草 在下面很软和的 你看它鸟窝是不是也是一个 那种像个碗一样的 它用那个速度支撑那个样子 这鸡就是它自己刨鸡吧 火坑下面的篱把有点紧哦 它用棒头捶紧的 这是因为这个火坑没用了就把它填了吧 没用了 分家了 那为什么要填呢 也可以不填 直接封起来 它火坑一开始好像是 这上面就是有泥巴这么围着 你知道吧 你这板子都放不下去嘛 你怎么封了 封住了 你钱人多 以前全部做这一栋房子的 十几个人 全部做这栋房子 我说了 我已经说过了前面 刚搬过来是吧 我就和二叔叔爷留上的 就叔叔二叔三叔姑姑奶奶爷爷 那时候像我爸们住这个房间 像他说他们住那边 爷爷他们也是住那边楼上的 我们像冬天在楼上 那个风吹得舒服 是不是 你不是说我们现在睡的房间 是奶奶他们以前睡吗 他们以前也睡过 后面他就是长大了嘛 他没有把房间让出来 他就睡到那上面去了嘛 嗯 这个房间就是我爸们睡了 现在我们睡了 这就是传承 我们以前用的砖 都是自己烧出来的 泥巴 这就是泥巴 就是你带我 见过几次那个油 那个油是烧烫的 烧了个砖的油 好像还没带你看过 挖油 挖油 但是没带你看过 拿着带你去看一下 这个是用泥巴烧成的砖 这是爷爷他们自己烧的吗 嗯 这是很结实 哎呀 已经腐化了 很结实 粉了 这么多年了 你还想说很结实是吧 其实它本身很结实 好 心虚浪增 又把板子 站定两平米 站定两平米 嘿嘿 好 心虚浪增 又把板子 站定两平米 嘿嘿 好 就这样搞啊 就可以了啊 铺上了到处就关机了啊 给鸡一新家啊 这个鸡现在搞不过来啊 等两天再搞过来 同时我们在买点鸡仔 有一只爷爷羊在里面啊 今年就不用买鸡吃了啊 所以自己家羊羊有了 鸡蛋也不愁了啊 好 我们这里视频上见了啊 拜拜